高物价时代真的让许多的上班族都受不了了 现在连便当业者因为成本上涨也要调高售价 甚至小火锅店也会跟进 而被列为茶价目标的大卖场 部分的商品也已经调回原价 民众大呼物价涨上去就回不去了 政府监控物价真的是没有感觉 外食族拉紧报用来果腹的便当 传出有业者经营不住成本上扬 即将调涨五块钱涨幅大约是百分之五 而街头巷尾常见的火锅店 也将调涨经济锅的价格 涨十块钱政府要勘紧物价 不过民众的荷包似乎越来越瘦 就都差不多了吧 应该该涨的应该都用涨 涨得上去是跌不下来的啦 这个我们都已经心里有素了 物价回不去了 民众购物都在心疼钱包销售 而列为政府茶价目标的各大卖场 也传出掌声不断 平面媒体主动茶价 发现冷冻食品涨幅最多 百分之十五 接着是米以及奶粉 鸡蛋泡面卫生纸 统统都有涨价的趋势 而冷冻的炒饭调回原价 涨幅达到百分之二十 而特金米也是打回原价 涨幅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 不过业者教区 特价品本来就会随着档期而调动 但是从四月份以来 供应商想涨价的心 早已蠢蠢欲动 眼看民生物质价格就快hold不住 民众痛批 政府茶价不利 这个部分对于个别产品 它的涨跌 在公平法这个部分呢 它并不违反我们第十四条的联合行为 业者涨价有理 不过茶的速度实在太慢 民众只能替自己荷包把关了